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一找发病的原因 哪些疾病引起来的 我们不要因为颈尖疼痛 熬着或者是忍着 你也没到医院看过 从而漏掉一些其他疾病 因为我们说其他一些疾病也可以造成颈尖疼痛 与其临床 年大体弱或者是中年人以上的人 要注意有些其他的疾病 转移性的疾病引起的颈尖疼痛 尤其要重视那些剧烈的疼痛 难以忍受的疼痛 或者夜间的疼痛 或者是动作改变 或者是心腔 抚压增加 突然增加 而引起的放射性疼痛 这个都要进行积极的早期的就诊和检查 像是说我们很轻 经过一般的休息 一般的预防 进度缓解 这个我们还可以就诊早一点晚一点 问题不大 重点就是对一些发病比较快 不好控制的 无法忍受的 我们最好不要熬着 要静静地进行就诊 来找出它的发病原因来 感谢观看